帶大家走進大水坑村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一間屋 跟其他屋是完全不同的呢 其實這間屋就是整條村裡 最九原歷史的一間屋 至今保留到現在 我是一個土生土長的香港仔 在香港長大 大學的時候我去了麒蘭大學 我就加入了學生會 做一些外招生的服務工作 我要接觸很多不同的國家和地區 包括港澳台、東南亞、日本 跟他們去溝通 亦激發了我回來香港 做社區服務的一個想法 曾經有個前輩跟我說過 三樓的學生會做活動 二樓的學生會做服務 一樓的學生會做引領 套落我的社區工作裡面 其實一樣都這麼合適 我覺得做活動是我們地區工作 裡面最基本的一件事情 從活動的當中 令到居民去信任你 去跟你說它有甚麼需要 令到我們可以做一個更加好的服務 這是第二層 最後在居民接受你之後 再將你的一些理念 去帶入他們心裡面 是我們最後的一個目的 很多事情我都還在身上 如果我不懂不明白的時候 我都會問一下我們的區議員 怎樣可以更加好處理一些議題 他們亦會幫我約見一些政府官員 反映一些當區的需要 當區的議題 未來我會更加盡心盡力服務這個社區 好嗎 這是一個明星的問題 是社區